你拍這個節目有什麼趣事? 趣事?我剛剛意外發現我跟莎都是第一次拍 然後第一次遇到男主持人之後呢 就馬上帶回去見家長 因為我這次是帶他們回到我的家鄉市林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從 國小國中到高中的時候都是在那個地方長大 所以我這次呢就帶他們到我的家鄉市林裡面的社子島那邊 然後那天剛好就是第一次錄影 然後見到那個男主角們嘛 就是男主持人然後就帶他去吃早餐 結果吃早餐那條路上呢就會剛好經過我爸的公司 然後結果我就想說不然進去攤判看看好了 然後我爸就被我嚇到了 就是看到我一次帶兩個男生回家 他就大嚇到 對 我的話也是 因為其實我們的家長都沒有在台灣的媒體曝光過 所以算是第一次在香港的節目上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見面 但是初次體驗就直接來到香港的節目 對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我的話呢是就是帶我家人 然後還有我的狗狗 因為呢也是來到很久才可以回家嘛 大概兩三個月回家一趟 所以很開心就是可以在家裡玩兩三天 然後去了很多我自己都沒去過的地方 對就發現他們會問我們說 有沒有一些地方是你很有回憶的啊 或者是你很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是 我不知道原來我的家鄉有這些東西 對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節目 那些藍牌是不是你們喜歡的類型 類型 因為當初他們節目錄完的時候就有問我說 欸我其實我喜歡哪一個 然後其實大家都大家都猜 我是不是可能比較喜歡跟我聊得比較來的阿倫 但其實我是我是一個很喜歡特別的人 就是特別的存在 那個康師傅他就是一直很很悶燒 所以每次逗他的時候就會覺得特別有趣 所以我那時候最後說那我選擇康師傅好了 然後大家就覺得欸怎麼可能 所以那一次就蠻好笑的 所以這一次想說答案還是要保持一樣好的 對才不會被人家說我很花心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多人都是 跟你相處的時候還有私下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很想知道康師傅到底私下會是什麼樣子 對就是會不會其實是MN燒啊 或者是很愛撒嬌的感覺 對所以我們就覺得跟他一起錄影會有一種反差萌 對他真的有一種很反差 因為他很有才華唱歌很厲害 很有在舞台上很有自信 對 可是私底下在跟女孩子相處的時候他就是 有點害羞 對 然後有點不知道要講什麼 不知道要怎麼接話 對 逗他很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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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